全油管最快新闻,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在比亚迪第500万辆新能源车下线发布会上回顾了比亚迪的造车历程,并透露了比亚迪在过去的20年中所经历的艰辛与不易。 比亚迪最初只有20名员工,但经过多年努力,如今已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自主新能源汽车品牌之一。 尽管面临着市场的质疑和困境,比亚迪依然坚持进行技术、研发投入,并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。 王传福表示,比亚迪的成功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故事,也代表了中国品牌造车的进步。 在中国不可逆转的新能源汽车潮流中,比亚迪有信心继续发展,预计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将提升至70%,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